当然也不是说北京 上海 沿海城市没有机会 只不过是在不同的产业 这个就是我要马上讲到的一个题目 就是第四点 造牌号日落西山 清清幸如日如日 为什么这么讲呢 造是制造的造 牌是牌范的牌 耗是高耗的耗能的耗 日波西山 经过三十年 从八二年开始 从七八年开始应该是三十四年 三十几年的发展 尤其九二年开始迅文的发展 中国的制造业应该是得到了很大很大的提升 为什么中国现在都是世界的工产 制造工产 但是世界制造工产的同时 你知不知道我们承担了多少的代价 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太阳能产业 是一个新型能源干净的产业 对不对 你知不知道 我们是在污染自己 消耗自己 来替别人清洁环境 因为太阳能产业 比如多金龟的提炼也好 这个组砖也好 太阳能电池的生产也好 它是耗电 耗能 同时污染比较大的一个行业 也就刚开始早期做的时候 我们是不错 我们现在成了中国 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生产的基地 这电池和组电的生产基地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 是德国 是美国 意大利 西班牙这些国家 享受到了太阳能的好处 而我们却是享受了整个制造太阳能 电池和组件整个所有的成本 包括一些化工产 包括一些铝产 包括一些电杆产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我们制造的发展的同时 是承担了很大的环境代价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第二点 大家切记 在整个18大报告里面 提了一个新词 什么词 叫生态文明 第一次18大报告是把这个生态文明写进了胆战 能写进胆战的 那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发展命题 这是第一次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所以说我可以想象 东部我们就不用说了 高耗能 高排放的 已经开始被拒绝了 在西部 包括青海 当时赵乐际同志 在青海当省长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明确 青海省不欢迎 这种高能耗 高排放的这样一个产业 西部开始也有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政府制定了节能减排的指标 能量效率指标 被世界公布了 比如说我每发展一块钱的GDP 我该消耗多少能耗 中国一定有指标 而且要求降低20% 你这个指标不单要求中央政府 同时也要求什么 地方政府 所以这样一下来的话 我可以肯定能讲 排放耗能 这样的行业 这样的产业 会得到耳直 你比如说这个钢铁 链鱼 这个繁殖 这个都已经造势了 都已经开始 各个地方都已经开始进行调整了 进行整顿整合 这是一个方面 制造行业 制造行业经过这么多年发展 中国制造行业虽然是竞争力加强 但是是一种低水平的制造 没有品牌 只是简单的加工贸易的话 你看到 最近广教会给出的数据 比去年都是下降了10% 包括服装 包括玩具 这些轻工产品 包括鞋帽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这个市场 本身制造的一个市场 也开始有限 因为中国不像日本 也不像德国 你说这个日本 德国或者以前说的 这个亚中四小龙 他们可以说 以这种加工贸易的方式 你拿东西来 我好好给你做 我做好了给你全出口 他们可以以这种模式来维持自己经济的发展 可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太大了 如果所有的城市 所有的省份都走这种加工 然后出口的方式 世界市场 它也不一定能承受得了 所以制造业发展到这个阶段 它也面临一个新的转型 我们中国政府主要做哪些方面的调整 所以我提到了清 清 性 叫如日中生 清是什么意思 清是清洁的清 记住 国外性统一称为叫做清洁技术 这Clean洁 跟水有关的 跟气有关的 跟土地有关的 跟能源有关的 所有这些清洁技术 统一归类 在中国都会得到非常非常巨大的发展 因为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走 前面的发达国家走的老路 不可能有这种高能耗 你像美国可以说无所谓 这个所谓的可以说一个人可以用两辆车 一个家庭 三个人口可以用两辆车三辆车 中国是不可能以这种资源耗费作为代价 所以因为你现在看到北京市 上海市 这些大城市 本身污染的一个严重 和发展的代价 那怎么办呢 清洁技术 会大行其道 所以为什么说 中央政府在太阳能产业 风电产业 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 它会拿出重资 就是七百个亿 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 要求中国的政策银行提供帮助 来帮助这些行业来走出困境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要扶持 它要扶持 清新技术发展 而且我坦白地讲 根据从整个中国世界产业发展史来看的话 中国也只有在这些新兴行业 这些清洁技术上 有可能成为领军者 比如说我们中国在很多行业 基本上都是跟着别人走 我前面说的制造行业 基本上都是比较低水平的 没有品牌的 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一种制造 可是你知不知道 在太阳能行业 中国的企业就有可能改变这个局面 你比如说无锡上德 你比如说我们的英力 对吧 你比如塞维 你比如我们的金奥 天河 他们都已经在各自的领域 在某些技术上已经是国际领先 因为这些技术在全球来讲的话 都是新技术 所以中国的企业跟外国的企业相比的话 也都集团出于同一个起跑线上 你比如风能发电 坦白来讲 这也是个对美国 对欧洲的企业 这也是个新的一个项目 所以相对来讲 差距还不是那么大 所以在这些新清洁技术上 中国的企业有可能得以政府的帮助 有可能在五年十年改善 甚至超过这些国家 所以这是为什么政府 在清洁技术上大作文章的原因 所以你可以想象 为什么这些做清洁技术的 如果过了最近这一两年的难关 后面的潜力 如果这种活下来的话 后面的潜力很大很大 因为这是一个趋势 而且这是政府要保的一个趋势 这是第一个清 第二个新是什么新呢 新旧的新 什么意思呢 前几年中央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战略性产业 听到这个概念对不对 新能源 所有跟再生能源有关 跟新能源有关的 这第一个 包括新能源汽车 这政府极力要发展的这个行业 第二个 新材料 辣米材料 各种微电子材料 第三个重大装备 第四个海洋技术 第五个一个新的生物制造医药技术 第六个电子信息技术 比如说物联网 大数据 零计算 这些新的概念 这都是政府开始力推的 也政府希望在这些领域里边 能找到新的增长点 大家注意到没有 无锡 我就拿无锡举例子 无锡市政府呢 其实应该说是做了几件比较有远见的事情 他们是主动开始做了进行这种 所谓的这个转型升级的调整 第一个做了什么 几年以前他们就做了太阳能产业园 所以他们吸引了无锡善德 同时以善德为原心 吸引了一大圈太阳能相关的企业 所以它那边形成了可以说中国很大的一个太阳能基地 这第一个 有意思的转型 第二个 他们做了中国最大的一个什么 物联网的基地 产业基地 这是很有前瞻性的 因为温家宝总理也去参观过两次 专门还指导过 所以这个政府 包括当地的企业家就很有前瞻性 已经看到了这个行业 它的趋势 和它可能带来的改变 所以他们就及早投入 及早地进行引导 这就是好事 所以你们做企业的 也应该考虑到 我们在东部投资的话 什么东西会受到企业的欢迎 坦白的就是这些 清洁 新颖的 我刚才提到的那六大产业 这个是政府要极力帮助的 坦白来讲 也是东部现在很欠缺的 也是很薄弱的 这方面去的话 政府会有很多的扶持 但一般的传统的制造业 对不起 它差 会自制不移 也就是投资的话 它也不会大的 这是心 第三个是什么 是幸 幸是幸福的幸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应该说是关键词 跟幸福有关的产业 会得到很大很大的重视 而且市场含量很大很大 为什么这么讲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包括企业家你们自己 其实中国最近这20年 应该从92年开始 经济是得以腾飞 人民的物资生活水平 应该说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包括住房条件 包括生活条件 对吧 应该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我们问问自己 我们的生活质量比以前更幸福了吗 所以为什么自己呢 我们老是一个问题 你比以前幸福了吗 很多人说不知道 我还出了个笑话 对吧 你幸福吗 对 我不幸福 我幸正 对不对 还有一个笑话 这虽然是围绕所有的人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 钱是比以前多了 凡是比以前大了 可是问问自己 心灵是不是比以前更疲惫了 操心的事情 是不是比以前更多了 这样的话 你也是觉得这个幸福 幸福感真的比以前提升了吗 所以现在 从善到下 从国务院发展中心 到政策人士 到几个核心的大学里边 都在研究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国民幸福指数 就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什么 不是GDP 不是说每个人就是那种子 每个人的收入多少钱 这是一个方面 更主要的是 你拿了钱以后 幸福感能不能真的得到提升 那什么决定 这个幸福感的提升 记住 每届政府 它都有新的施政概念 邓小平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 对不对 郑德明同志 有他的三个代表 胡锦涛同志 有他的科学发展观 新的政府 也肯定会有 他的整个的施政的概念 是什么呢 我觉得关键词就是四个 一个是公平 一个是心 就是四个字 所以幸福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到底什么跟身份有关呢 这个对你们的投资就很有影响 第一个 医疗 跟医有关 你包括药 包括医疗器械 包括一般的医疗服务 里面的空间都非常非常大 你如果对比这个 我们小看的一个指标 每一千个人 2.8个医生 其实我们很多地方是达不到的 你注意到没有 这是达不到的 而且我们如果跟发达国家比的话 我们人均的医疗消费是很低很低的 所以这里面的整个的这个成长空间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什么 就是健 跟健身有关 跟保健有关 跟保养有关 养生有关 这里面也是很大很大的前提 很多很大的希望 下面一个是什么呢 跟心理有关 跟心理有关 心理咨询 心灵读导 在国外的话 它是有宗教 宗教的 他某种医生讲 每天或者每天的祈祷 每个礼拜去教堂 通过这种研习 祈祷 或者聚会 它多少能够缓解这个心理的矛盾 在中国的话 因为我们宗教并不是那么盛行 而且不太提倡 所以人的现代人 这个整个心理疾病是很多的 而且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不太愿意提这些事情 你比如说这个一有心理疾病的 肯定说 你是不是要去安定医院 神经有毛病的 但是我想后面几年开始 我坦白地说 慢慢大家开始接受 你在国外的话 心理医生 心理咨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行业 各个学校 各个医院里面一般都有心理咨询课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心理辅导 心灵的启发 心智的调整 这里面就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 这第三个 第四个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 我们想一想 到现在为止 有时候我说国外回来了 我说我们最近小孩子都在看什么东西 大部分看的动画片 游戏 基本都是国外的 日本的 美国的 我们自己搞的这个动画片 最近还好 还出了一个灰太兰和喜阳阳 是不是 那个出来以前 我们看的还是什么大老天公 美猴玩戏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方面 比如说就很简单 那么大的一个需求 动漫事业 可是我们自己的产数是很少 而且水平是很低的 你现在看看我们这个 你看看灰太兰和喜阳阳 他们整个的制作水平 也就是跟迪士尼的这个 什么狮子玩 我们不说现在的水平 就跟这个 赤字玩是97年98年的电影 你跟那个时候相比的话 水平是还有一大截 说明整个这个文化产业 差距还是很大很大 里面还有很大很大的空间 所以为什么说 中央政府专门提出来 要大力发展通过文化产业 所以这里面的空间 想象空间和这个创业空间 或者音乐空间 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是文化产业 还有个什么 教育产 人对学习和提升的需求 在新的社会里面 是很强很强的 因为我在美国做过这么久 就知道 美国人的学习热情 各方面的学习热情 包括看书也好 包括听课也好 包括企业的培训也好 是极为重视的 很多企业基本上是1%2%的预算 是办在用于自己的员工的培训和培养上 但是我们中国的企业 这份历史还是很差很差 所以这方面需求会很大 空间会很大 还有个什么 就是旅游 娱乐 你比如说 举个简单的例子 携成文 几年前上市到现在 表现应该还是不错 为什么很多人看好携成文 为什么 很简单一个道理 因为他做的是旅游生意 中国人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 都一样有这样一个需求 有钱的时候 有闲钱的时候 希望出去能够了解世界 能够放松放松 能够探索世界 所以当中国的收入更高的时候 你看得最明显 现在一般是什么地方的人 出去旅游比较多 你们在北京也可以听一听 一般是有江浙口音的 或者是有广东口音的人 来北京旅游的比较多 为什么呢 他收入比较高了 他有可自配收入的 他想出来走走 因为脑不愿闷在家里 可自配的自由时间多了 所以出来要到处旅游 所以旅游的空间和娱乐的空间会很大很大 那关键你怎么做呢 是 亲 心 性 这些一个行业都会得到很大的重视 但你怎么做才能做好呢 这我坦白来讲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企业家可能说 我看到了比如说太阳能行业 风电行业 我可以杀进去 你以为可以赚个彭银博满 错了 这么说 从08年以后进入中国太阳能行业的企业 基本上都没戏 你想想太阳能行业是一个多么新颖的行业 是不是中国的话 五年以前你听说过太阳能行业吗 可是我现在这么告诉你 也就是说08年以后进入太阳能行业的企业 基本上戏都不是太大 就是重活下来的希望都不是太大 为什么呢 这个行业是在扩展 是在上升 没错 就像我们的智能手机 对吧 也在拓展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智能手机的企业都能挣钱 对吧 钱总是给那些先行者获得那么几家企业给挣了 你比如说智能手机很简单 就是苹果三星 基本上挣了90%的利润 那就是90%的企业再挣10%的利润 你的生存功能有多艰难 同样这些新兴产业也是一样 不说它是一个机会 可能有很多成长的企业 新的利润来源都来自于这里 但是哪几家企业能做得好 那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一个问题 但在讲这个问题以前 我刚才一起提到 下一届政府的执政翻证可能就是四个字 一个是公平 一个是幸福 对吧 这四个字 我刚才提到了幸福 那么下面一点 我就要讲一点公平的问题 就是一个着力点 龙民宫封关尽城 土地也尘还尘虎 这个问题比较大了 其实对很多人可能也比较具体了 所以大家肯定好好记一下 为什么说龙民宫封关尽城 土地也尘还尘虎 这里有两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 是十八大报告里面 十八大报告里面反复提到几个字 一个是龙民权益 第二个是公平 不断提到这两个字 大家看东西的时候 要看到这个出现的频率 就代表了政府的一个倾向和一个着力点 龙民最近这十年 最近这十五年 在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 龙民的权益太被忽略了 有人做个统计 就发现最近这十几年 城市化过程中 土地被征收的过程中 龙民他从土地征收过程中得到了收益 可能仅仅占这个土地价格的15% 就真实的价格 好了 进城打工 现在中国有差不多将近2.5亿的农民 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打工 这些人相当一部分人 已经是把地都移进了 地都没了 这是一个情况 或者有地的话 也不知道地在什么地方 第三个 他的后代也基本上在城市里落户 他也不会再回去 在北京就有很多这样的人 所以这些人是什么 这些人属于城市边缘人 属于半调子人 有的人可能混得很好 做了老板了 但做老板又怎么样呢 还是没有北京户口 没有上海户口 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认识一个朋友 生意做到两个多亿了 应该是不小了吧 可是最近碰到一个问题 让他一筹莫展 什么问题呢 他的女儿出山了 要考高中了 但是上海市有规定 你没有本地户口的话 不能在本地里面高中 所以他必须得回去 回四川八中老家 考高中 你想那个小姑娘 活了这么大 一直生活在上海 突然让他回四川八中 去那边生活 那个小姑娘痛哭流泌 大时代还不愿意回去 他说我宁可出国就读书了 和他爸爸没有办法 只能是求爷爷告乃来 到处求人找关系 希望能疏通 能够让他女儿 能够在上海 能够读一个高中 后来花了几万块钱 找到很多关系 终于把他打通了 可是你想一想 这样一个人 交了税 企业雇了差不多一百多个人 每年穿上那么多税力 为上海市做了那么多贡献 可是他享受不了 上海市民 应该享受的各种公共设施 也就是公不公平 肯定不公平 你说问你们自己每一个人 我想你们很多人 可能也是外地户口 也没有北京户口 你说你造战纳税 对吧 你也雇佣人 你也雇佣 为北京做了很多贡献 可是你享受不了 上海的公共设施 你发现美国纽约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比如我现在在美国纽约 我这交了税 我这住到纽约 我这要按照纳税 我的小孩子如果上学的时候 就可以上任何的公立中学 就是究竟都可以读 你不可任何的理由 就因为我是持有中国护照 我是一个外国人 也得歧视我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这是纳税人 我支持了这些公共设施 我做了贡献 我就应该享受这些公共设施 我的后代 我的子女 就应该有权享受 所以这是一个 说句实话 是一个很普通的 这样一个道理 但这我们国家 由于户籍制度 不能得以实现 可是想想这些农民 对吧 作为老板的还好一点 你还有钱打通关系 或者你可以上世界学校 你还可以出国 对吧 这些还可以教育 可是那些没有那些条件 这些农民工怎么办呢 最近不是出了一个事情 在避捷 对吧 五个小孩子 在垃圾桶里边 就闷死了 他的父母亲 都有一个同样的特征 都照样打工 对吧 只能把孩子放在家里边 没人照顾 出现在的惨剧 这只是农民权益 没有得到保证的一个缩影 所以为什么这个农民权益 和公平问题 一直被提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很尖锐了 很普遍了 第二个呢 确实说明这些领导人 对这种问题很敏感 他在意了 所以我觉得对农民的话 这是一个姓氏 也包括从前几年开始 免除农业税 农业的税负 基本上都免掉了 农民不应再调权 这个时候政府也开始重视 农民的权益 对农民人这是一个福音 对中国人这也是一个福音 因为农民 中国的农民的收入提高了 地位提高了 中国的经济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你东西卖给谁啊 你想一想 你能不能采电 你不能都卖给日本人 都卖给美国人 都卖给墨西哥人 或者德国人 你最后还得靠自己消化 可是如果农民的收入 一个月还是两百块钱 三百块钱 一年就三千块钱 五千块钱 你经济发展的东西在哪里 有钱人他不能买十个电视 他不能买十台电脑 最后中国真正的内需市场 我们总是说提高内需 提高内需 扩大内需 把整个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转变 不再依靠外部市场 依靠内部市场 来在哪里 所以大家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我们整个政治的转型 就是把农村这个市场 给它刺激起来 这个东西做大了 收入提升了 我们市场的容量就大了 就有很多的空间 能够容纳 消化我们的这些产能 所以为什么农村问题 现在变得那么尖锐和敏感呢 是因为政府看到了里面的问题 看到了里面的潜力 所以为什么说 我说农民工会封关尽城 既是公平起见 也是为了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目的 你看四川 成都和重庆 最近这五六年 已经开始进行做这个试点 发现这个也挺好 但不是完全的城市户口 但是已经开始 这个界限也开始淡化了 其实本来已经淡化了 你说我们现在很多 没有北京户口的人 在北京生活都挺好 因为什么基本的市场经济 以前还要买肉 买鱼 什么东西 还频繃供应 你没个户口 他们粮食还买不到 现在无所谓了 现在什么都买了 说得实话 你现在都不用买北京市的粮食了 你上完可以买五成大米了 是不是 你可以直接从哈尔滨 把米运过来了 对不对 这市场经济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已经说 户口这个本身 意义不是太大 但就是一些公共设施 也不能享受 比如医疗 比如说子女的教育 高考问题 这个问题很像现实的问题 对不对 买房子 对吧 有限购问题 你没有户口 对不起 你得五年或者几年 有规定 可是你说合不合适 你说我是外地人 我过来 比如说我混得不错 我突然挣了一百万了 对不起 你不能买房 你得住房 你搁哪儿的话 这都说不过去 就从公平来讲的话 就说不过去 所以这个问题 政府在开始解决 你比如最近他们已经有提案 比如说上海 北京 怎么解决异地 这个农民工 他的孩子 在北京高考的问题 在上海高考的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动向 这个问题能解决了 你四点一发现 好像问题也不是那么复杂 矛盾也不那么多 我想就为五年以后 这个户籍制度的取消 定见了基础 因为户籍制度 现在本身也是名存实弯 因为大部分说的 没多少人会砍到户壳走来走去的 所以这个是农民工会封关进城 第二个问题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了 土地也成还成果 我前面讲到农民工封关进城 在这个土地交易过程中 农民的权益得到了太多太多的牺牲 里面的腐败情况太严重 太严重 为公平起见 也是为了保护农民的权益起见 中央政府可能会严查几个人 可能会树立一些标杆 可能会抓几个来打一打 让大家看到这个问题 这里面的问题 必须得得以遏制 本身这里面的说法 中国跟土地 跟交通有关的这个领域 确实是腐败重生的领域 你说湖南省的 荷南省的几个省的交通清展 都换了几批了 抓了几个了 这里面的问题是很严重 所以我想可能会有些动作 来好好的给大家敲一下警钟 说这个土地问题 必须得证实 农民的权益 征地的时候的权益 必须得以保障 你看了现在没有 我们最近也看了报纸 几个地方都出现农民 或者看议 或者说不行 征地的时候 比如广东也好 辽宁也好 都出现这些问题 就因为征地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 没有得到公平对待 所以他也不满 他就在这个县政府 或者市政府前面去抗议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确实是他没有一个渠道 确实有很多私下交易 或者是黑幕交易 让人觉得 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 大家注意到没有 习近平同志 担任总书记以后 第一次开会 他的讲话是什么题目 就是反腐败 他开会 政治局会议的第一个题目 就是反腐败问题 我想这也是 你知道任何第一次会议的主题 他是精心选择的 他不是随意 这个会不是随意开的 因为他要送出一个信号的 对不对 我们善于要读这种信息 说明这个从善到下 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也希望在这个腐败问题上 能好好的做些动作 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也让干部们看到 不可再为所欲为 因为你注意到没有 最近干部贪污腐败的数额 是越来越大 以前可能是三百万多了 三千万多了 现在是三亿元了 你想一想 最近韩多士的副市长 最近腐败数额是1.34亿元 算亿元 你想一想 你可以想一想 那还是明查出来的 那私下还没有查出来的呢 你说有几个亿 就是如果再不抓的话 他知道可能这个也是耽误了国家的根本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想是为什么说土地也成还成功 就是管土地的一批人 或者跟土地有关的一批人 可能会 这一年的日子可能过得会不太舒服 这个是第五点